大家好,我是Erica 今天呢,要教大家来制作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它小小的,其实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精油贴片 或者你可以叫它就是熏香贴片 或是绣纹贴片 那目前在全世界呢 这是一个美国专利的公司所制造研发的 它这样一个小小的贴片 占美国售价就要2.99美金 那我今天要教大家就是说 用哪些精油呢 可以把它混合,加在这个贴片下面 贴在这个衣服这边 可以增加这个绣纹 跟对抗冠状病毒的一个能力 那为什么我们要制作这个绣纹贴片呢 也就是说你在戴口罩的时候 难免你的口罩可能有这个口水太多 你没有办法及时换口罩 或者是说环境比较污浊的情况下 或者是说你可能到医院 或是在某一些情况下 你觉得周遭可能有一些人 曝露在这种危险的情况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绣纹贴片 那其实这个绣纹贴片 当时在研发的时候呢 是为了让一些小孩或是成人 他没有过敏气喘的情形 他可以贴在这个衣服上面 甚至在方疗上面呢 我们最常运用的是一些重症的病人 他躺在床上 你当时在医院里面可能没办法熏香 点这个精油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有长时间 失眠的困扰 你也可以把精油放在这上面 让他贴在这个衣服上面 那这个贴片呢 一片呢 他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他可以滴上一滴到两滴的精油 那我现在来示范说 以冠状病毒来说的话 我们要用哪些精油 来制作这个绣纹贴片 我今天选择了五种精油 那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说 当你没有这五种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去替代 第一个就是冬季薄荷 他是一个相对奥勒钢来讲 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超级强效的精油 那在上一集也有提到说 奥勒钢是研究上面 对冠状病毒有大幅的抑制的一个效果 那可是呢 因为奥勒钢精油的味道是比较强烈的 那因为他的香情分的量比较高 其次就是这个冬季薄荷 他的香情分含量大概就有三十几% 那味道是比较温和版的超级精油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我利用这个百里香 他是属于Linanol的百里香 就是橙香醇百里香 这种百里香呢 它的味道比较香甜 比较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刺激性的味道 也可以提升你在绣纹时的这种味道的好感度 第三个呢 是这个 柠檬精油 柠檬有很多研究 知道说 因为还有柠檬锡可以增强这个免疫 实际上很多柑橘类的精油都有柠檬锡 尤其像血橙啊 甜橙啊 葡萄药都可以 都可以用这些来替代 第四个是增加呼吸道的这种抗发炎的能力 因为他们这类像我选的今天是用刺松 那你也可以用像丝柏啦 还有像血松啊 还有类似像冷山这类的东西 因为都有铁锡 可以增加你呼吸道的一种抗发炎的能力 第五个呢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乳香 那你也可以用绿薄荷 因为绿薄荷呢 跟尤加利也是可以增加你这呼吸道的通畅度 减少发炎的能力 那同时像绿薄荷跟乳香呢 也可以增加免疫力 那我们再计算这个精油的方式 因为刚才提到说 这个贴片一次是只要加一到两滴 那当然五种精油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算一到两滴对不对 这个是很困难 所以我会用像这样的一个容器 这是一个两桶 那这是五CC的两桶 我会计算说 比如说我可以先制作两CC的量 之后我放在一个空的这样的精油瓶 那每次使用的时候只要低入一滴 那我今天示范是以一CC的量来看 那我这边会选择像这个冬季薄荷 我会滴入三滴 那这个藤香醇的百里香呢 我会用五滴 再来就是这个檸檬 因为檸檬的味道是非常愉悦的 而且很多人都喜欢檸檬味道 所以我们会加入八滴 而且它也是比较安全的精油 八滴 再来就是这个PINE 刺松 它是六滴 最后一个呢就是乳香 乳香的味道会让人感觉非常沉浸 跟那种很深沉的一种冥想的感觉 因为每一家的精油品牌 这个孔径会不一样 有些的品牌孔径很大 希望你赶快用掉这样子 所以一CC每个品牌大概会是在 20D到30D 所以会用这样的量桶来计算量是最好的 我这边量起来 这样大概是一CC多这样子 那我现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精油贴片 它本来是这样的包装一个纸 它是一个就一个包装这样子 那你把它撕开后呢 它里面长得是这样 那这个地方呢 透明的这边呢 你撕开后呢 它有黏性 它可以反复黏在你的衣服上面 所以它可以这样反复黏 黏到这个不黏的时候 就是它你要再换一个 那根据制造厂商研发的人跟我讲说 大概可以黏一个礼拜 那如果说没有 有一些卧床的人 因为他没有常常更换衣服的话 有时候甚至可以用到两个礼拜 之后呢 这个地方比较不好是 因为是他们的专利 就是要让你加精油的这个地方 里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棉片在中间 我们就是把精油要滴到这上面 你混合好的精油 你可以一次做2cc 10cc 放在一个精油瓶里面 在这个不管是流感 或像现在的这个 武汉肺炎的冠状病毒 你都可以这样的备用 你可以把它滴 因为它只要1-2滴就好了 就把它滴到这边 这样是1滴 这样是2滴 它就会闻到很浓的那个精油味 你就可以把它贴在你的衣服上面 有时候有些人不想觉得说 我贴在这个上面好像很容易被别人看到 所以它其实这个贴片它有个专利 它是可以直接贴在衣服里面 让别人看不到 可是你自己可以闻得到的一种秀纹的方式 这会比有一些人把精油滴到一种挂在身上的精油瓶安全 因为挂在身上的精油瓶有时候精油会不小心流出来 会有刺激性 那这个贴片呢 的使用方式就是这样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刚刚混合好的这些精油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制作成像这样的秀纹棒 你就是把这些精油呢 大概20-25滴加到这个秀纹棒里面 你可以把它倒出来放一个碟子里面吸收 之后再倒到这个秀纹棒里面盖起来 那比较特别是大家不太晓得秀纹棒的使用方式 像这边是我做 很多人以为秀纹棒是这样的纹 这样是没有用 我们要这么靠近的纹 直接放到你的鼻孔处之间 用力深呼吸有这种声音吸的声音 大概吸20次 各吸20次这样子 之后呢 一天可以反复使用 像这样的秀纹棒呢 我自己会做数个 有些可能是减缓焦虑啦 你看遍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焦虑 那有些是像呼吸道的这种不舒服的时候使用 所以像秀纹棒 它有时候有很多个 你可以自己每一个在标示颜色 那我们今天介绍有关于精油制作这个秀纹棒 还有这个有关这个贴片呢 就到这边为止 那你有任何的那个疑问啊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 那欢迎你点阅还有分享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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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